三點不動 一點動 腳步踩穩再前進 正是攀岩的基礎原則 The North Face 創立全球攀岩日 新北市永和運動中心 和亞太地區57個場館同步舉行 希望讓更多人走出戶外 除了常見的上盤和豹石 更引進AR投影技術 邊遊戲邊運動 讓初學者更容易上手 不只是台灣 其實包含全球將近10萬人 在今天同一個時間是一起攀爬 其實牆是非常有溫暖的 我們可以透過攀岩 然後一起找到彼此的熱情 然後一起探索永不停滯 站在那上面就會有一種勝負欲 你就想要趕快按掉那些東西 跟達利索的感覺有點像 在爬的時候不要去想就沒事 然後而且下面的教練 會給很明確的指示 然後上去就覺得做到耶 開心 除此體驗的民眾直呼趣味十足 讓受邀出席的國手李鴻瑩 也很欣慰 看到越來越多人喜歡這項運動 尤其攀岩將在2020年 首度登上奧運殿堂 他也全力爭搶積分 希望能前進東京奧運 接下來會比三戰的世界盃 去爭取11月份的奧運資格賽 因為要累積世界排名前20名 才有資格可以參加奧運的資格賽 還差了一門一角 還需要再努力一下 心裡會覺得非常榮幸 有這個機會可以代表台灣 去比這麼大型的運動賽會 身為去年亞運 唯一的攀岩女國手 李鴻瑩肩負著另一種使命感 目前世界排名第35名的她 且許接下來兩場大賽尋求突破 一步一步朝著東京奧運的目標邁進 YTB新聞採訪報導 駱駛林採訪報導 旅程倫敦 亨 好